大家好,我們是黑眼匡 自古以來流傳的各種的傳說 用來訓誡人們的各種規範 在晚上不可以吹口哨,這是其中之一 對於存在民間的經濟 抱持著害怕及好奇的心態 孩子們總是好奇著 為什麼真是如此嗎 而這變成了我們發想的動機 透過與指導老師進行討論 最後參考了吉普利公司、皮克斯等 大型動畫公司等製作流程 我們設計了下列的專題製作流程 我們的主名叫做黑眼眶 我們為了自己的夢想而熬夜 即使擁有了沉重的黑眼眶 內心對於夢想的熱忱也從來不惜命 我們的動畫名稱叫做吹口哨 情緒起伏其實是很大的 主角的爸爸,沉默寡言 情緒起伏不大 風物的關心與陪伴 是個溫柔好爸爸 凱波,是貝諾的同胖同學 喜歡吃糖果 他最喜歡的糖果就是口哨糖 沉默寡,是由果凍組成的碳翅怪獸 最喜歡的食物是清蘋果口味的果凍 所以他的身體是清蘋果色的 乖乖是怪獸世界裡的熊 夜晚的時候會跑出來玩 白天就會躲回森林裡 所以怪獸世界的怪獸們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角色3D出魔 角色3D完成模型 材質位置 綁定骨架 角色3D旋轉一片 我們意向分析表分為造型風格 3D與2D奇幻與現實 彩色風格分為鮮豔與灰暗 現實與誇張 作為參考依據 場景設計 動畫場景截圖 這是我們的海報 草稿與金稿 及我們的理念 這是我們的周邊設計 有褲卡 又有卡貼 手環 糖果盒 以及貼紙等 很多時候傳說 以及傳言 往往都在語言的傳遞中變調 不代表傳說傳言就是假的 關鍵起決於我們自身是否能夠正確地去判斷 專題這門課老師教了我們很多東西 但我們真正學習到的不只是新的軟體與技法 而是一個團隊合作 對於大家來說 這次的專題今年是第一次的大型團隊合作 以以往的不同時更講求了技術速度與合作 進化過程中精彩無比 又疲累不堪 不過展出的結果是不錯的 質疑為什麼嗎 因為我是黑眼光吧 我們的專題到此結束 感謝大家的觀賞 並不妨礙 by bwd6